解忧公主死后被葬在了故乡长安 而以她名字命名的解忧草 却在伊宁开得绚烂夺目 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 解忧公主生前的动人故事 时间来到唐朝 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个来自于长安的商人 和一群来自于中亚的商人 合伙在伊宁做起了丝绸贸易 然而这桩生意却并不顺利 贸易的双方产生了秋分 甚至打起了官司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通过这件案子 我们又能看到哪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呢 到了唐朝 伊宁这个地方 由于丝绸之路北道的繁荣 逐渐地又成为了一个商业主阵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在新疆的吐鲁番 出土了大量的纸质的文书 反映了汉唐之际 当时在新疆这个区域的 政治经济和商业发展的情景 我们把它称为吐鲁番文书 其中啊 有一份吐鲁番文书 谈到了这样的一个诉讼案件 在一千多年以前 唐朝的高宗统治时期 当时在吐鲁番的 安息都护府的长官 接到了一个诉讼案 原告叫曹陆山 他是来自于中亚 一个素特商人 他告谁呢 告来自于长安的一个人 叫李绍锦 这个诉状是这样写的 说四年以前啊 这个李绍锦和曹陆山的哥哥 我们姑且称他为曹老大吧 问了好记 这个李绍锦和曹老大做生意 就从长安来到了一个 叫龚岳城的地方 曹老大在龚岳城开的有商铺 这个李绍锦就和曹老大 从曹老大的商铺里面 取了275匹铸 这铸呢就是丝绸的一种 275匹铸 应该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然后呢两个人就一旷 到新疆的库车 去做生意 但是后来呢 曹老大就失踪了 莫名其妙就失踪了 而且李绍锦呢 就私下了 侵吞了这275匹铸 卖掉之后所得的银钱 这个曹老山呢 作为曹老大的弟弟 在四年之后就状告 这个李绍锦 第一 要李绍锦说清楚 曹老大的下落 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 要李绍锦 赔偿那275匹铸的 这种银钱所得 那么 这个龚越城在哪里 李绍锦怎么会跟曹老大 做生意呢 这个龚越城啊 就在今天 伊宁的附近 属于今天 这个伊宁县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 伊宁市的前身 在唐朝的时候啊 这个龚越城 是一个商业重镇 唐政府在这里 设置官员 对这个城市进行管理 而且收取来往于 丝绸之路北道的商人的 商税 这个宿特商人 我们说曹老大也好 曹陆山也好 都是属于宿特商人 宿特是一个古波斯语 他是指生活在今天 中亚的阿姆河和西尔河 这一代的 当时中亚的 小国的商人 这部分商人 在中国的史书中呢 我们又把它称为 朝五九姓 宿特人 天生就会做生意 而且不畏艰险 这部分人经商的时候啊 有一个特点 往往是祖团 家族式的 从他们的家乡出发 然后沿着丝绸之路向东 向东的过程中间 他们遇到一些商业重镇 留下一批人 然后继续向前走 在另一个商业重镇 再留下一批人 逐渐呢 就在这些商业重镇 形成了一个一个的 宿特的部落 就成为宿特商人 存储货物 买卖商品 交流信息 住宿休养的一个地方 这样久而久之 这宿特商人 基本上就把 丝绸之路的贸易给垄断了 控制了 所以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 宿特商人是非常有名的 而这个曹陋山 这个曹氏家族 就来自于朝五九姓的曹国 在唐朝初期的时候 他们也是沿着丝绸之路向东 先来到了宿越城 也就是伊宁附近 感觉到伊宁这个地方 交通比较发达 生活环境又比较好 是一个商业重镇 所以这个曹老大 就留在了这里 作为他们曹氏家族的 一个商业据点 其他人继续走 走到这个吐鲁藩 曹陆山 又留了下来 感觉到吐鲁藩这个地方 也是个商业重人 其他一部分人呢 继续向东 一直走到唐朝的都城 陈安 就在陈安城 曹氏家族的其他的 那一部分人 跟这个李绍锦 认识了 这个李绍锦呢 是陈安人的 他在西域做丝绸生意 所以呢 后来跟曹氏家族 一拍即合 因为李绍锦他熟悉 内地的丝绸 对于质地 来源地都很有把握 所以呢 他们双方互相需要 就合伙做起了生意 就在四年以前 这个李绍锦从陈安 来到了新疆 先到了吐鲁藩 建了曹陆山 稍作停留之后 又沿着四绸之路北道 到了龚岳城 建到了曹老大 这个曹老大 当时已经是龚岳城 小有名气的一个商人 有自己的店铺 生意做得也很红火 所以就热情地接待了 李绍锦 他们在那儿 就商量 搭哪地方去做生意啊 买卖丝绸啊 好了一想 哦 新疆的库车不错 在这个仪宁 与吐鲁藩之间 那地方也是个商业重镇 所以这个李绍锦 就和曹老大一起 从曹老大的商铺里面 提了275匹捐 就去到了 这个库车城 但是后来呢 这个曹老大的下落 就不明了 而李绍锦一个人 返回了吐鲁藩 后来 安西都护府 又调取了其他的证据 特别是 龚岳城 这个曹老大店铺里面的 其他的证人的证词 证明确有其次 当年的确是曹老大 和李绍锦一块 到库车去做生意的 所以呢 就下令 把这个李绍锦 传唤到安西都护府 李绍锦呢 当堂也承认 那的确有这个事 然后 至于说 这个曹老大的下落 他说我也说不清楚 但肯定不是我害的 我愿意把这275匹捐 这个银钱所得 来重新 交给曹氏家族 而且希望与曹氏家族 重新和好 一块来做生意 继续寻找 这个曹老大的下落 通过这样的一个诉讼 案的一个还原 我们得到了很多 非常重要的信息 首先那一点 当时 丝绸之路北道 经过伊宁的 这个丝绸之路北道 商业非常繁荣 其次 作为丝绸之路北道的 重要的节点城市 公粤城 已经开始参与到 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中 而且已经发展成为 一个丝绸之路的重镇 第三 通过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 这种国际贸易的诉讼案件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 已经出现了 内地的商人 与外地的商人 进行的这种 中外合资 合作经营的这种情形 反映了丝绸之路 在本质上 它的开放性 它的互补性 以及 它的合作性 所以丝绸之路 本来就是开放的 而这个案件呢 反映了这种情况